大家看到有多少肉 說真的好刺激 我覺得很香 Hello大家好,又是我嚴勝Wallace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西門的Ember 西門町二社酒店 因為這次我來台灣有住這間酒店 如果大家有看我台灣測試的影片 都會知道我之前已經住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過 但為什麼今天這條影片又要跟大家分享這個酒店呢? 是因為其實這條影片是美中不足的 有很多人都說為什麼你不介紹它的早餐 因為它的早餐太有特色 而且它的餐廳太有特色了 所以這次我來台灣 我又特地來住這間酒店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餐廳有多有特色 我之前吃過它的餐廳真的CP值很高 而且有很多東西吃的食物都非常好吃 但是在我們介紹這個餐廳之前 我們來看看我這次住的房間 究竟如何 其實都是大同只餘有少許不同 那也帶大家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去片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我這次住的房間有什麼不同 其實大致上也差不多 首先就是這邊 這裡也是客廳的格局 跟上次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多了一張沙發 它變成一個Ello型的沙發 其中一邊就做了一個沙發櫃 因為我這次有其餘的兩位朋友 所以就是一個朋友就要睡覺沙發 然後這邊也是安排了一些浴袍、掛衣的地方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格局 但是這次有一點不同的 就是它多了一張長桌 這張長桌我覺得很好 對於我很喜歡在酒店 有時候要剪片工作的時候 我很注重它這張桌的大小 這個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器材都放在這裡 那就完美了 然後到這裏就是Ember的特色 就是左右邊的淋浴間和廁所是分開的 然後中間就是石桌、雪櫃、拿毛巾的地方 其實之前我Ember的影片已經講得很詳細 大家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話 就可以按這邊還是那邊 總之可以按它看一下 然後到這邊 這次就是有一個King Size的桌子 但我蠻喜歡這次的格局 就是這個格局很簡單 而且光線很充足 但今天這條影片的主題 就不是說這間房間究竟是怎樣的格局 而是說這間酒店的餐廳 好!我們Let's go! 歡迎光臨大家來到西門底的Ember 今天我在這裡的一日店長Wallace 等我來帶大家看一下它的餐廳究竟有多好吃 我們現在慢慢走過去它的餐廳 我一直走一路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這邊就是他們的餐廳的地方 大家看不看到環境 整個環境就是一個很casual 然後也很文青的一個設計 它這裡整個是一個露天的設計 所以你坐在這裡就是感覺到自然光 所以在這裡拍照 然後錄影的時候是特別漂亮的 在裡面就會比較文藝風氣一點 我帶大家看一下 這裡會有一個吧桌 大家想喝一些雞蛋 然後就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說的吃吧 就是他們的餐廳 那我就當然選擇在這個露天上坐 所以我們就去那邊坐 然後就看看究竟有什麼東西吃 我們現在過去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究竟它有什麼東西吃 這裡其實它有兩個菜單 我們一起看看菜單有什麼東西吃 其實它有很多基本上都是西餐 而我自己也是很喜歡西餐 我之前其實已經吃過 所以這次就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覺得整件事很值得吃 特別是我很記得它一樣是這個 一齊吃白無肉不歡大評判 它的價錢是980元台幣 裡面就會有很多很多的肉 有這個特色腸 然後英式的皮筋 德國的豬腳 然後惡魔炸雞翅 然後翠樹 有很多很多的肉 就在這個評判 這個評判是適合三至四人去分享的 因為我今天除了我自己 我還有兩個朋友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一起吃這個大評判 大概250元港幣都不用看 三個人可以享受這個評判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划算的一件事 這裡我覺得大家一定要點的就是這個 SQUARE PIZZA SQUARE PIZZA就是一個方形的PIZZA 大家看PIZZA應該大多數都是圓形的 跟外面的PIZZA有點不同 所以我今天也決定點這個PIZZA給朋友來嘗試一下 等這些食物來到 我一一再跟大家介紹 首先它的飲品已經到了 我們總共點了三杯飲品 其中一個我自己點了這個叫聽巴日出 裡面是什麼料呢? 羊金菊茶然後再配蘋果汁和葡萄油汁 嘗試一下 哇!很豐富的味道 一進去那一下呢 你第一次會感覺到這個葡萄油 之後呢 再慢慢會感覺到一些蘋果汁 到最後 帶有少少少羊金菊茶的匯金味 哇!挺好的這個 這個挺新鮮 而且它整個感覺是打卡一流 就是好像我現在這個姿勢拍一張照 拍一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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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只能選擇 最原始的方式 卻卻不甘心 卻止痛的堅持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杯飲品 就是這個愛情酸甘甜特調 就是Green Mango的一個Motel 因為... 很香 通常外面的芒果的飲品 就是熟了的芒果 而它呢 是Green Mango 那我剛剛聞呢 我覺得很香 真的很香 那裡面呢 就是醃製了一個情人果 雪碧 之後再加少少檸檬角 偷飲我朋友一口 我先喝一下 很juice的感覺 它是一個果汁的感覺 就是這個呢 就是覺得是一個... 怎麼說呢 這個是一個很fresh 其實也是果汁 但是這個更加有果汁的感覺 就是因為裡面呢 它有水果的渣渣在這裡 這個挺好喝的 這個呢 就是稍微有少少普通 但是呢 我看到它的菜單是有少少跟外面不同的 它的名字就是很普通的一個 Pitch Tea 水蜜桃 但是裡面呢它是加了蘋果汁 嗯 水蜜桃味很重 就是比在外面呢 可能就是加少少水蜜桃的那些糖漿 但是這個水蜜桃味是很重 已經重到是蓋了一個紅茶的味道 如果你是喜歡水蜜桃味道的話 可以點一下這個Pitch Tea來喝吧 哇 大家看到嗎 這個呢就是一起吃吧 的無肉不歡的那套餐 大家看到有多少肉啊 你知道嗎 我上次自己一個人 我吃不完 是不是以為我會說吃得完呢 我是吃不完的 所以這次我有朋友在這裡 我真的再次貪心 我一定要點這個來吃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划算 大家看看 這裡有它的雞翼 腸 豬腳 皮革 然後它有很多不同的醬汁 第二樣就是這個 火焰蟹肉炸彈 其實我聽到它的名字 我純粹是因為它的名字而吸引了 我覺得是很特別 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我相信就是蟹肉球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起司 之類的東西 然後它剛剛就淋了一些Blande 就淋上去 然後就有些火焰 只不過我這裡太光 看得不是太過華麗的感覺 好 然後第三樣就是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這次一定要吃 以及我要推介給朋友吃 就是這個SQUARE PIZZA 大家看到它完全是方形的一個PIZZA 然後呢 我這次很特別的 我是點了兩個口味 因為我發現它是可以鴛鴦PIZZA 而它的價錢不是兩個PIZZA 而是普通一個PIZZA 如果你本身兩個味道 你分開點的話 就會是520元台幣 再加420元台幣 那其實這樣的話 有點不太算 那它就會算是貴一點的價錢 真的不會說 我等一下吃的時候 我才可以再說一次口感給大家聽 那我們不如直接來開餐吧 Cheers 那我們開餐啦 來3 2 1 Itadakimasu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的蟹肉球 其實這個包是可以點的 Cheers 好像這樣做 嗯 我一開始會很擔心它 因為它淋了很多的蘋果的Brande 我很怕它的酒精味 但是我剛剛吃下去 完全沒有酒精味 我覺得很好 還有它這個蟹肉球 它裡面真的很充滿的蟹肉絲 我給大家看 看到嗎 它全部都是蟹肉絲 超棒 大家有沒有吃過那個零食 是吞拿魚餅乾嗎? 它有點像那個感覺 重點是它整個球都是蟹肉 其實真的很棒 和麵包很脆 它脆起來不會很硬 很硬的感覺 之後我要快點吃了我的Square Pizza 放進去就沒那麼好吃 所以第一時間要先試這個Pizza 這個就是Mushroom的Pizza 給大家看看 整個感覺很棒 立刻試一口 嗯 它的蟹肉味和Mushroom的味道很濃 很喜歡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是很喜歡吃蟹肉的味道 我很喜歡蟹肉的味道 很香 它的皮 都是愛它的來源 就是有點像Horses的感覺 它是一個Pizza 大家明白嗎?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就是它很特別的 這個呢 這個拼盤200多元 這麼多東西 多誇張 真的很誇張 你是不是說什麼很真心的一句呢? 我去幫你逼了它 是嗎? 真的好XD 說真的 要接班嗎? 不住這間酒店也要吃 是啊,當然可以的 如果是外面的街客 不是住客 你也可以進來吃東西 Wallace說這間好吃 不如我們試一下 是可以的 絕對歡迎 喂,你現在在吃豬汁怎麼辦 聽到嗎? 很香 非常脆 非常好吃 大家也都試吃 很肥味 很大塊 很喜歡吃的蜜汁 外面的皮是非常脆的 肉也是非常軟的 所以也是那句 我去脆內軟 之後這個才放下 這個一定要從第一分享 這個Pizza 這麼厚 因為外面的Pizza不是一塊就算 這個是厚切 這個Pizza很香 好像豬扒一樣 好,我們已經吃完飯了 我又回到我的房間 跟大家說一下 Amber酒店的餐廳 我自己很推薦大家來吃 無論你是住在Amber 還是不是住在Amber 你也可以嘗試一下 特別是如果你有朋友 一起來台灣旅行的話 我真的都很推薦大家來吃 他蠻適合整個人一起開Party 然後在這裡吃東西 然後一起聊天聚餐 好,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那也是那句 如果你想詳細再看一次Amber的Room Tour 究竟是怎樣的話 可以去看這條影片 好,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LIKE和comment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話 就快點訂閱了 之後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最後可以分享這條影片給更多人看 特別是喜歡來台灣旅行的朋友 好,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只能選擇從座弄無其事 一個人知道自言多麼諷刺 別說我太多真 你還站不上